文哲一直说要让大家有感施政 而且改变成真 结果他上任一年之后呢 市民最直接的感受恐怕就是 钱变得很少 因为呢现在花钱是在花的特别多 主要就是因为柯省长已经开始 从市民身上抢钱了 包括所有的路边停车格 免费优惠全都取消 12月开始呢更是巷弄的免费停车格 也要收费了 所以别以为开车的财商荷包 因为未来呢包括了公车啊 节运转成优惠通通要涨价 而更别说小黄已经涨了 还有U-bike现在开始收费 因此呢市民直批这柯省长 抢钱抢很大 找不到车位了 开着车绕了将近半小时 驾驶好不容易在小巷弄内 找到了免费停车位 要在台北市呢找到一个停车位 尤其呢像这样子巷弄里头 这样的免费停车位哦 非常的不容易 然而呢在一切以省为最高指导原则 那么使用者付费的 柯市长执政理念之下 这样的停车格呢 12月开始将成为历史 他们有他们的政策啊 对不对 所以还能够接受范围 还可以啦 还可以啦 我们都是会配合 柯批上任先是年初取消北市路边 所有免费停车格优惠 现在进一步实现年底 项弄内免费停车位都要跟着收费 甚至连工友停车场 月费涨一成 月票得多付400元 大堆民众打电话给我说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我们已经生活过了那么辛苦了 政府一天到晚跟我们抢钱 我觉得一个月大概平均哦 我们要多增加大概6000多块的支出 然后一年哦 这样算起来大概将近8万块 我建议是说 如果真的要收费的话 项弄里面应该是以一个小时10块钱 以最低的方式来就进行收费 这样子可以减少他的这个支出的费用 还是有民众觉得使用者付费合理 但那只是少部分 律师议员超头痛 因为抱怨电话早就接到手软 可必上任 怎么一下子东西都变贵了 不开车 大车总行吧 但别说小黄涨 就连公车费也涨 此外优卡转成优惠也没了 那靠体力呢 U-Bite优惠 一样也没了 更别说满身大汗后 明年的水费也要涨呢 同学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出社会 薪水没涨 其他都涨了 也难怪 议员会要是涨 好歹也苦名所苦 解交口风言禁语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